后安倍时代巨变 中美走向何方 安倍晋三遇刺身亡 留下三大政治遗产 与华人乃至世界关系盛大 即修宪征兵 挺台抗共 印太布局 此三项事宜 安倍一生为之努力 逐渐其艰难 而安倍遇刺后 却获意外之助力 数日之间取得突破 安倍离世之际 后安倍时代已然开启 而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之两极 在后安倍时代 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安倍路线和艰难 安倍事实后 其三大政治遗产 日本修宪 联美挺台 全球抗共 再次引起国际关注 但回首安倍生前 其政治理想之推行 可谓不离艰难 第一件修宪 且不说触动中共敏感神经 既在国内朝野 也是主力重重 军国主义 死灰复燃 重蹈历史辐测 常常被与日本修宪相关联 事实上 1947年开始实施的 由美国主导写下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 不允许日本使用武力去解决国际争端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军事力量 不承认国家交战权 是在二战结束的大背景之下定立的 也符合当时以和平与秩序为第一考量的国际环境之需要 然而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 日本已经走向民主化 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正面作用 同时 在中共对世界全方位的威胁 及朝鲜核武威胁热意严峻的新情况下 这样的条款显然不合时宜 日本不仅需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家 还需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第二件事 联美挺台 在日本没有正常国防五倍的情况下 所谓挺台 也不过是一种声势而已 至于第三件事 印太布局 算是最有成效的一件 但说到底 也是因为赶上川普执政这一契机 若非如此 安培在2016年8月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到现在恐怕也还只是一个构想而已 政治遗争 政治遗产之一 修宪成功债望 安倍 安倍离世后 他的三大政治遗产却突然取得堪称历史性突破 第一件修宪事宜 安倍于7月8日遇刺 两天后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 由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获得压倒性胜利 再加上其他支持修宪的党派 支持修宪的阵营超过了三分之二多数席位的门槛 日本修宪续获议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投票 然后交付全民公投 虽然修宪一事 有待全民公投 但此前修宪派在众议院超过三分之二 以及此次参院选举中 修宪派执政联盟的高票胜出 已经显示出日本政界及民意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意识到中共的威胁 此外 安田文雄另一大目标只是加大国防预算 而一位与安培关系密切的自民党议员告诉路透社 日本下一个国防预算可能高达6万亿日元 这一数字意味着日本或成为仅次于美中的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 安田的这项目标显然不是空中楼阁 路透社援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兼日本事务负责人 克里斯托夫·约翰·斯通的话说 安田增加国防预算 在日本掀起了几乎全所未有的支持浪潮 安田的提议几乎没有争议 政治遗产之二 挺台或历史性突破 同时被视为安倍又一大政治遗产的挺台抗攻路线 也取得重大进展 7月11日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日本 并到安倍晋山家中调研 执行被视为台日重大外交突破 对台湾而言 副总统赖清德成为台湾与日本断交50年以来 除李登辉80年代的非正式访问之外 最高层级的访日官员 对日本而言 安田内阁拍板速发签证 让赖清德访日调研 是向各界宣示 在台湾问题上 他将毫不偏离地继续走安倍路线 之后中共外交部一如既往地提出抗议 不过对于这份口头抗议 日本则以行动回应 计划派出七位国会议员与月底访台 台湾外交部也予以回应 欢迎日本各界主团来台访问 深化双边在各领域的实质友好关系 赖清德访日以及日本七位议员计划访台 都显示出台日双方联合抗共的行动越发果断 意志越发坚决 而日本一旦修宪成功并增加国防预算 那么其挺台路线将不再只是声势口号或者道义支持 而是有着实质效果的强大保障 而美国这一同盟者也会因日本的更多参与 而更坚决地履行其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政治遗产之三 强化全球抗共联盟 再有全球抗共布局被视为安倍又一大政治遗产 安倍首唱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 成为后来印太战略之源头 各界在表示悼念的同时 也在重温安倍的政治主张抗共理念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外交政策及政治分析专家乔什·罗金 7月8日发文说 当悲伤平息 一切载入史册时 安倍将首先被人们铭记 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共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并对全球长期应对这一挑战 做出了关键贡献 当美国和其他四届领导人还在坚持与中共进行接触政策时 安倍调整了日本的外交政策 将重点放在与中共的长期竞争上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阿博尔顿 7月8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说 安倍的国际视野 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可以说安倍离世后 他的抗共理念正在国际上得到深化和形成更广泛共识 这必然在全球范围内 在抵御中共的问题上产生深远之影响 小粉红言论反驻安倍 而安倍政治遗产 所以能够在他离世后的几天时间中取得重大突破 原因竟是大陆小粉红们反驻安倍 安倍预测的消息传出后 与各界表达悼念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中共的反应冷淡 即小粉红们的人血言论 这些言论已在网络上普遍疯传 这里就不再引述 想要说的是 直自2018年以前的40年中 日本是中国最大援助国 其援助份额占全球对华援助总额的66.9% 如果说这些事实被小粉红们忽略不计 是由于中共一直对国内隐瞒日本原华真相所致 那么近几年的疫情期间 日本对中国人的帮助应当不至于印象全无 在武汉病毒试捏中国时 日本提供大量物资援助中国 标上此月无一与子同常的感人话语 安倍自掏工资捐款 并要求自民党国会议员扣除5000日元工资捐助中国 但是当安倍遇刺身亡后 小粉红们竟在网络上欢呼叫好 调侃庆贺 还有商家为此打折 种种冷血与反制表现 不仅令日本民众及国际各界感到愤慨 也激怒了海内外正义华人 纷纷在网络上表达对安倍的感谢 及对小粉红的谴责 人们也更加看清中共洗脑教育 仇恨宣传的邪恶 这种愤慨与觉醒的直接后果 就是在日本修宪、挺台抗共、印太战略等议题上 人们对其重要性、迫切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并予以强力的支持 对此擅长自搬石头自砸脚的小粉红们可谓功不可没 后安倍时代的中美走向何方 中美是世界之两极 随着后安倍时代的到来 中美两极也将发生深刻变化 对于中国而言 由于安倍抗共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深化与共识 在对中共的认识上 普世已经觉醒 后安倍时代的中共 必将在全球秘宫潮中被解体 而中国也必将迎来一个没有中共的光明未来 至于美国 二战后的美国一直是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国际和平的守护者而存在 但是当中共开始加剧其对世界的渗透和威胁后 美国除了川普执政时有所行动之外 一直对中共威胁未能展现出足够的警惕与遏制 以台湾问题为例 美国县政府虽然表态反对中共武力犯台 呼吁台海安全 但安倍的那句 台湾有势 即使日本有势 显然更有诚意 更为有利 安倍还劝说美国放弃战略模糊政策 认为美日必须清楚表明捍卫台湾之决心 可以说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给了台湾更为有利的支持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美国不能在抵御中共的问题上 肩负其维护国际秩序与和平的大任 其世界警察、国际霸主的地位也将发生变化 这是从美国的角度看 而如果从国际角度看 由于对中共的反人类本质与威胁 世界范围内都在达成共识 深化认知 可以预见的是 在全球灭共大潮中 必然会展现出一个多元协力的格局 也就是说在灭共问题上 人人皆要表态 人人皆有行动 而非是一般事无上 可由某个领军人来操办代理 因此 后安倍时代的美国 其地位与角色 也是机遇与变数同存 但无论怎样 安倍最有前战性的政治理念 联合抗共 将成为后安倍时代的主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